第三题 有关常用电池的性质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朱选项说 涅氢电池视为二次电池 二次电池就是可以充电的电池 涅氢电池可以充电 所以朱选项是对的 C选项说 干电池的心壳为负极 中间的碳磅为正极 这是我们要同学背起来的 碳磅为正极 心壳为负极 所以C选项也是对的 A选项 充电先续电池的时候 电池的负极要外接电源的负极 这也是我们请同学要记下来的 我们的谦虚电池在充电的时候 正要接正 负要接负 正极要接正极 负极要接负极 所以A选项也是对的 B选项 简性电池的电解液为含氢氧化镁 这个是错的 我们让同学记得事情是含有的是氢氧化钾 所以呢 B是错的 所以第三题问我们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 简性电池的电解液 含氢氧化美